受到許多玩家期待的 《地平線 期待聯名》系列新作 《地平線 西方境地》 在今年清晨曝光了一段 長達14分鐘的PS5實機遊戲畫面 並由遊戲總監馬太斯·德隆格 介紹了《地平線 西方境地》的故事背景 與全新的遊戲機制 這次故事線設定在前作6個月後 主角同樣是極其獵人亞洛伊 他將前往西方調查神秘的枯萎病 從實際遊玩影片當中玩家可以發現 這次將有更多更具特色的道具與武器可以使用 像是拉勾發射器可以讓攀爬更快速 蹲影可以讓主角安全降落 還有潛水面具讓探索區域變得更大了 此外 機械獸的類型也變得更多 想要打敗他們也變得更加困難 從影片看起來 推測遊戲應該已經開發的差不多了 可惜官方還是沒有透露何時上市 有興趣的玩家別忘了追蹤變丸再次配 以有地平線西方禁地的最新情報 我們馬上就會告訴你喔 我們要記住在一起 查詞我們的影片 我們要記住 記得關卡 保護我們 記得關卡 我們要記住在一起 我們的影片 歡迎收看 我們 리포